葵冲村一个单位发生火警 过百人疏散 最困留一个单位凌晨4点几着火 火势猛烈 农烟霧出 以消防出动一队烟霧队开吼灌构 现场消息说怀疑是电暖炉引起火警 若有过8个住客疏散 消防经过半个多钟的破构 将火构式 正是调查起火原因 明报报道 第五波疫情下 医院无法进修患者 不少人买成药看门口 但石离商场二期的一间药房 就被指坐地起价 发疫正裁 明报记者去到药房实测 店员即场拆开50粒装特效必利痛药院的药盒 以45元散卖一排10粒 即是平均每粒要4个半 全合计售价225元 教练锁店卖贵大约一倍 涉委会表示关注 强调香港正处于抗疫关键时刻 顿促相互治律 本住社会责任 除了清楚和准确标示商品价格之外 不应该趁火打劫 乘机抬价 文汇报道 港大最新研究发现 三岁至十岁的儿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之后 比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18岁或以上健康成人 抗体水平还要高 和已经接种三剂科兴疫苗的成人获得相弱的抗体 也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研究团队说 科兴疫苗采用传统的灭活技术十分安全 各国儿童普遍接种 呼吁家长带子女尽快接种科兴疫苗 加强自我保护 星短日报报道 DR医学美容集团十年前为三个顾客 进行CIK疗程的时候 输注受细菌污染的血制品 引致白血性优客 造成一死良伤 集团创办人周向荣 同实验室男助理陈冠宗 2017年被裁定误杀罪成 分别判囚十二和十年 早前上诉之后割减刑两年 周幸荣之后申请中审法院上诉许可 上诉停颁布判辞驳回所有论点 说周幸荣在公司事事供亲 必然知识疗情明显危险 案发出于他严重疏忽 没有负责任照顾死者安危 拒绝批出上诉许可 东方日报报道 大麻是联合国严格管制的毒品 大麻、大麻树枝、四氢大麻酚 同药干种其他大麻素 在香港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 大有商品将四氢大麻酚 混入未受规管的大麻二酚产品中销售 保安局回应议员质询时说 海关和警务署在不同地点检取和测试 声称含有大麻二酚的产品 2019年起进行接近120次行动 超过3,800件被验出含有四氢大麻酚 政府已计划管制大麻二酚 并会在年内作出资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 解释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措施 有市民就认为 疫情之下消费意欲比较低 应该直接派现金 陈茂波就说派消费券 已经有市民的资料 安排需时比较短 现金与消费券的分别 一方面我们想快 看到现在这样的环境 所以想提出4月 将第一期送到大家的手上 这时候以现在我们收集了 630万市民的资料 那个平台用消费券 我们觉得最快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不同的市民选择不同的工具 疫苗通行证今天开始分阶段实施 在第一阶段 12岁或以上人士 需要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 才能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指明厨所 其中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街市、超级市场等 无需主动出示针卡 但执法人员会随机抽查 至于进入食肆等表列厨所 属于主动查核的其他厨所 市民就要向厨所的掌管人 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 或者豁免证明书 食环署提醒 餐饮业务的负责人 需要遵守疫苗通行证规定 又说进入餐饮厨所 包括食环署核下的熟食中心或市场 其他相关地方的人士 需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 或者豁免证明书 和相关二维码 而政府同时会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所有食肆收紧至两人一台 在郊野公园或者户外做运动 必须戴口罩 在大埔泰和广场 早上有市民经商场去车站之前 都先素描安心出行 但仍然有市民直接进去 商场摆放告示提醒市民进入商场 需要持有疫苗通行证 而在港铁泰和站 车站两个出入口都连接着商场范围 根据最新规定 如果市民逃经商场回家 或者前往工作地点 可以获豁免持有疫苗通行证 但商场被列入表列厨所 进入要素描安心出行 对于预算案建议立法 禁止业主向拖欠租金的表列厨所等等 采取法律行动 限期至少三个月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 倾向以今年1月1号划线 我们可以考虑划线 我们初步都是这样想的 画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1月1号疫情开始 这些欠租 大家就高抬贵手 给个机会谈一下 这一波捆得来太快 有多少幽黑式的冲击 能否找条路大家走 之前欠租 按原本的合约去处理 政府根据紧急法定立新规例 负权政务司司长有权豁免部分人和项目 无需申请或者注册 方便内地支援本港抗疫措施推行 疫情持续急速恶化 本港医疗系统抗疫设备 好快将会不足以应付每日新增的确诊个案 是属于紧急法下的紧急及危害公众安全情况 行政长官昨日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定立新规例 今天生效 容许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者项目的相关许可 注册和申请等法定要求 以便特区政府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 更加灵活迅速地善用内地的支援和资源 期望在短时间内控制第五波疫情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 解释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的措施 有市民认为疫情下消费意欲低 应该直接派现金 而对于政府建议立法集围追涂租金 陈茂波透露倾向以今年1月1号后的欠租或善 财政预算案提出消费券加码到1万元 在电台联播节目 有听众认为疫情下消费意欲低 应该直接派钱 你很多业界是没得做生意 而且到4月20之后 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延伸 其实首先市民拿到你的消费券 没有意欲去洗钱 很多人真的是垂死边缘 以现在我们收集了630万市民的资料 那个平台用消费券 我们觉得是最快的 收到那笔钱之后 万一疫情还是 还是未曾完全压下来 还是不鼓励大家出来的时候 你还有很多时间在后面洗 或者你通过网上 购物帮香港的商户也都行 陈茂波承认个别储值工具营运商 去年的表现不理想 稍后会交代发放安排 而部分长者已经将白特通转成落油卡 或者有人不见了白特通 都可以办理手续处理 余舍案又建议立法禁止业主 向拖欠租金的表列处所等 采取法律行动 有业主说租客已经拖租多时 现时他都欠我们六个月租了 现在你们的政策一出 那我们是不是这三个月内 都不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呢 我们初步都是这样想的 画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一月一日 疫情开始 至于新增的住宅租金开支扣税 陈茂波说会防止父母租给子女等男用情况 税务局首后将会公布细节 无线电视机仔 林准天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